好来看到花莲市公所跟远东百货合作为了欢庆元宵佳节 从2月11号一连三天将共同举办 银鼓市庆元宵的系列活动 其中除了吃元宵菜灯明等等 今年更加入了客家民俗的文化 市长为佳贤也欢迎大小朋友一同来到场 感受元宵节的热闹氛围 为了欢庆元宵佳节 花莲市公所今年再度与远东百货花莲店合作 以银鼓市庆元宵作为主题 从2月11号起一连三天办理系列活动 而在8号的记者会中 出席的贵宾们也应景玩起变装秀 扮演各古代人物为现场增添笑声与趣味 市长为佳贤则是扮演魁心 只比为大家祈福也为元宵晚会活动开启序幕 那我们预计有七种不同的适合孩子们游玩 跟亲子共有的游戏 那我们希望家长们可以带孩子 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元宵节的一些有趣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由元宵节的活动 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之外 也能够体会到猜灯迷过去传统的一些乐趣 那也希望在这个时候 能够将每一个孩子都开智慧 未来对于读书也好做人也好 都能够非常成功 那圆柏呢这次也有提供1000份的免费的五年灯笼 给各位乡亲 那希望各位乡亲呢 能够在本次的游戏活动里面呢 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那在活动当中呢 我们也有依政府的规范 然后来进行防疫的工作 那请各位嘉宾可以放心的游玩 这场活动将从11号晚间起点开始 在远东百货和平广场热闹登场 现场除了有客家特色市集 也安排了八斗戏缩演办 朱德纲老师带来的相声演曲 客家灯迷抢达 客家传统舞蹈表演 以及发送灯笼等等的精彩节目 现场同时也会办理 银鼓式宝贝闯关去活动 让到场的民众可以观看 小朋友扮演各类古装人物 由大人扛着粗列巡游的有趣画面 记者 徐丽晴 花恋室报导